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这一天上午在市议会举行110年党团干部的交接典礼 市长罗秀业是率领副市长、秘书长还有多位的一级局处首长来到场祝贺 而市长也表示党团在民主政治当中是扮演重要角色 不仅是促进了议会顺利也是府会和谐的中间桥梁 而市府对党团及议员的鞭策也会持续的虚心受教 市府会齐心一起的为市民来谋福祉 国民党台中党部主委亲自颁发聘书 宣布台中市议员陈振显当选党部第三任书记长 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24号上午在市议会 举行110年党团干部交接典礼 市长卢秀业也亲自率领副市长、秘书长 以及多位一级局处首长到场祝贺 陈振显议员原本是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第二任的书记长 表现受到肯定党团也一致攻推与执行长吴琼华一同续任 而新聘的副秘书长分别是代表市区 山屯级原住民的张廖乃伦、阮林轩、林毕秀吉、黄仁等四位市议员 市长还特别感谢党团干部以及市议员给予市府的指导 鞭策及协助 相信未来在党团新任干部的带领下 问证会更加顺利 市府也会虚心受教 为台中市民的福祉共同努力 既然综缓台中采访报道